约伯记第二十五章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现在谁在治理这个世界呢 有人说当然是神咯 因为神是同管万有的 有人说是撒旦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罪恶 有人说是人 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那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二十五章 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一章 这是约伯的朋友彼勒达 他指出神的威荣 来对比人的不解与不义 这就是回应在二十四章 约伯所提出来 恶人在这个世上的报应 那他就 彼勒达就回答说 神当然是治理这个世界 所以呢 他这个三个朋友都是尝试 要为神来辩护 但是呢 因为对神的认识 非常的有限 是不够的 所以呢 适得其反 最后呢 还被神责备了 因为他们为神所说的这些话呢 其实很多都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 苏雅仁比勒达回答说 神有治理之权 有威严可畏 他在高处施行和平 当然 这个讲的都没有错 神的确是治理宇宙万有的 他是威严可畏 而且在高处施行和平 那我们来看高处这个两个字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下 神的确是在高处施行和平 那这个高处指的是哪里呢 我相信指的就是天国 或者是他 比勒达那时候所想到的天堂 那天国所在的地方 就是公益和平喜乐 所以高处是和平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天国还没有在地上完全降临 所以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和平的 这世界其实现在是分裂的 天国所在的地方 就是耶稣治理的地方 天国还没有扩展到的地方 还是在撒旦的治理之下 所以呢 要回答我们刚才所说的 谁在治理这个世界呢 其实现在是分裂的状态 有一些部分是耶稣在治理 有一些部分还是在撒旦的治理之下了 那我们来看第三节 他的诸君岂能数算 他的光亮一发 谁不蒙照呢 就讲到神的天使天君呢 可以说是数算不尽的 那接下来第四节 这样在神面前 人怎能称义 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的确是如此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 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 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 讲到人真实的光景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约伯 也都不能够真正的称义 但是呢 当时这个比勒达 还不知道神所预备的救恩 就是神高扬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信靠他而称义 能够得到义人的身份 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 乃是靠着信靠耶稣 十字架的救恩就能够称义了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思考 我们看到说 起初创世纪的时候呢 神祝福人能够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治理这地 所以我们看治理这地 是神把治理权呢 在起初就给了人 但是呢 撒旦偷走了人的治理权 反过来呢 来管辖了人 以及这个全世界 那神借着耶稣呢 来到世上 替全人类夺回治理权 带下神的统治 所以呢 天国所到的地方 就落实了神的主权 就是耶稣所治理的 但是呢 这些没有 天国还没有扩展到的地方呢 还是在撒旦的权下 所以我们看到 当人或者是教会拓展天国 就恢复了神在世上的统治 我们看到 即便是天国在地上 神还是透过人 来治理这世界 因为他起初的心意 创造了这个世界呢 就是要让人来治理这个世界 当然是跟神一同的来治理世界 神透过这个人 在他的法则里面 来治理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看清楚你的心意 就是要让你的百姓 能够兴起来拦阻 这世上的罪恶 来实行公益 来治理这世界 主啊 就让我们看到这世界 实在是太需要天国 实在是太需要耶稣了 这样子这个世界 才不会继续的在 撒旦的挟制 蹂躏之下 主啊 让我们更多的来 更多来祷告 传福音 拓展神的国 让你的道发光 来转化这个世界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